紫海到底有多鹹呢 我沒有裝 因為它真的會看苦 是怎麼樣都不會撐下去的 這個浮力真的是有多大 為什麼可以飄 因為富含大量的鎂 鈣 鈣鹽等礦物 也因鹽水的密度高 任何人都能輕易的漂浮在紫海水面啊 不到十分鐘就已經抵達了這個安波克 就是以色列這邊的死海公共沙灘 那很多人應該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去約旦沒有去死海 要選擇來這麼貴的以色列 這就是因為啊 我跟你說 約旦啊 我問過人家了 問了那個愛媽 他說 約旦那邊的公共沙灘 早就已經關閉了 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的話 基本上就是要花個四五千塊 住一個晚上的那種度假村 你才可以享受到那邊的死海 但是在以色列這邊 得正有個公共沙灘 我覺得這個是最棒的 好 那我們看到這個 有沒有 死海Mall Dexy Mall 基本上穿過它以後 我們就會來到那個公共沙灘 那前面呢就是更衣處 在後面啦 對 我們先換衣服 然後找個地方換泡泡 沖個墊 就可以直接下海了 來去死海漂浮 而且現在呢 我剛看一下溫度 40度 最爽 基本上就是泡溫泉 呵呵呵 啊 那換好泳庫以後 來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下水前 一定要檢查一下 你的身上有沒有任何的傷口 如果有的話 下去會很爽喔 就跟雙氧水 泡在雙氧水裡面的感覺是一樣 現在外面40度 我再等一下好了 我們來去漂浮吧 跟你說一定要穿那個拖鞋 要不然會很不舒服 因為這邊的鹽巴超級磁痛 來帶大家走那個前面那裡 有在拍齁 有有有 哦 水很溫 各位觀眾 一開始躺下來其實會有點怕 你知道嗎 但是 你就給他 嗚呼 好好聞喔 你看 你看 哦耶 哦耶 我跟你說 你看我這邊有傷口 有點痛 看這個鹽的結晶 超級 跟那個 哇 酷耶 我現在 興奮的程度 溢於鹽表 你知道嗎 好 好好玩喔 你是怎麼樣都不會撐下去的 這個浮力真的是有夠大 對這個方向有點難控制 對我們現在就在那個 以色列這邊 哎呦 其實身上千萬不要有傷口啊 要不然你會真的覺得非常的不舒服好不好 那至於這個 石海到底有多鹹呢 我沒有裝 因為它真的會很苦 鹹味之外又有一個苦味 對 對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嘗試 你各位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喝死海水啊 難喝就算了 這裡是世界上最低的湖泊 海拔-422公尺 也是地球上已露出陸地的最低點 我現在已經感覺到我的 身體有點刺刺痛痛 有點在灼傷的感覺 嗯 在這裡一年有330個晴天 平均雨量少於50毫米 之所以叫做死海 是因為它海水蒸發的量 多於注入的淡水 海水含鹽量高達30% 是一般海水的7倍之多 戰利坪 為什麼可以飄 因為富含大量的鎂 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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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等礦物 也因 鹽水的密度高 任何人都能輕易地飄浮在死海水面啊 各位 那我現在已經泡完這個死海溫泉 不是溫泉啊 為什麼一直把它口誤講的溫泉呢 是因為現在3點嘛 後面顯示的溫度呢 大概是41度 因為下去感覺真的是很溫 那我不知道我在這邊休息了一個多小時 又不知道黑了幾個色結 但我覺得這次一定來到以色列或約旦 一定要嘗試的一個死海漂浮 死海漂漂河 但是真的是把它切成一段一段的會比較舒服 我覺得他們外國人超厲害 他們一泡就可以泡個10幾20分鐘 然後都不用起來 那我的皮膚的耐受程度是沒有那麼高啦 所以就是大概5分鐘起來一次 然後再下去 這樣充滿水休息一下再下去 有點像就真的是泡溫泉的概念